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以身份自知 按理说 胡绿光三个女儿都嫁北极皇室 她又是皇帝高位的岳父 以这种身份 谁都无法与她比 但胡绿光却不是这样一个人 在她身上突出的表现 用一个字代替最为合适 那就是中 胡绿光从小就被高班所赏识 据史料记载 他十七岁跟高家人打天下 后来高氏建立北极后 成为北极一等一名将 胡绿光作战勇猛 而且善于用计 对每一场战争 胡绿光都很重视 爱惜士兵的生命 每次战争都会冲锋在前 据资料记载 胡绿光与北极百次战争中 从未施过手 北周人听到胡绿光的名字都害怕 有时战场上 胡绿光起码一出场 便让敌军失去三分十七 按理说 这样的厉害的大将 北极皇帝应该像宝贝一样珍视 可惜北极昏庸的皇帝根本没把胡绿光当回事 认为少了胡绿光皇帝照当 胡绿光作为一名武将 却不是善于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 所以他对北极王朝的奸臣很反感 特别是反感慕提婆 俯挺之类的奸臣 而慕提婆仗着老妈是高尾的乳姆 成为北极的红人 能出现这种怪现象 北极一招是个典型 在我们印象中 外极专权的很多 但在北极却没有这种问题 胡绿光以自己的战功和实力 能够很轻松地把北极王朝夺在手里 看在胡绿光 心里只有中字 胡绿光的女儿很美 两个当太子妃 一个当皇后 慕提婆也想沾沾皇亲的光 就想把胡绿光另一个树女取到手 但胡绿光拒绝了 这就引起慕提婆的疾恨 而北极也因为北极有胡绿光 想念着北极却因为胡绿光实现不了 于是北极就造谣言 说胡绿光要谋反 这些谣言就被足挺利用了 他趁机污蔑胡绿光要谋反 北极皇帝高尾就决定杀胡绿光 但胡绿光这样武将一般人进不到身前 在抓胡绿光的事上 也是足挺想的馊主意 借宋马之既派杀手杀了胡绿光 随后高尾灭了胡绿光全家 北极皇帝宇文雍得知胡绿光被杀 高兴坏了 他立刻下令 大赦天下 大宴沉江 当时把全国在押的罪犯全部放出来 宇文雍还下了一道照令 吹风胡绿光被上作国 重国功 这可是王朝最高荣誉的 只不过胡绿光享受不到了 但北极皇帝吹风敌国北极的降令 让属下不服气 难道北极没人才了 后来宇文雍说出真相 胡绿光是忠臣 值得尊敬 如果胡绿光不死 北极皇帝宇文雍根本灭不了北极 更多精彩历史 请关注尼腿看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